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学部分完成后就可以进入新的章节了 一共更新了四个新章节 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讲解 第一部分 这里可以收集卡牌 比较适合新手玩家参与 可以与其他章节形成一个循环 玩家们可以收集到基础的卡牌 玩家们开支也节省了不少 比较适合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其他国家 玩家们可以有多样化的组合 一个阵容可以有不同国家球队联赛的球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完成所有挑战就可以在这里领取球员奖励 领取后七天会更新新的奖励 这总评是真的吗 这确定没有标错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二部分 第二段 那么这个活动的大奖就是这一张传奇979的马内 一共有六个有难度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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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有难度的挑战 数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seguir 所有课程中 va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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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